脂肪肝不过就是 肝被痰糊上了 痰清肝净 脂肪肝自然望风而逃 前一天接诊了一个病人 说是单位体检发现自己有脂肪肝 他说平时感觉自己身体挺好的 不疼不痒 怎么会有脂肪肝呢 这不管行不行呢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有脂肪肝的问题 脂肪肝分为酒精性的和非酒精性的 当然了非酒精性的占了多数 就像这个病人都提问 不疼不痒 我不管它行不行 答案当然是不行了 我们知道肝是一个代谢器官 肝细胞内的脂肪含量过高 就会影响到肝的代谢和解毒功能 引起血压、血脂、血糖的升高 到时候调理起来就麻烦多了 那脂肪肝和中医的弹湿有什么关系 在中医理论中 谭湿是一种病理的产物 同时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体的健康 它属于湿邪的一种 静止比较粘腻 大家见过铺路用的沥青没有 谁要是踩一脚 那个粘脚都走不动 所以谭湿最容易影响气肌的运行 那么谭湿是怎么来的呢 多是因为脾胃虚弱 运化水液的能力失常 水师停聚在体内 时间长了就成了贪吃 那我们看脂肪肝的病人 十个有九个都是大肚子 平时就喜欢吃香的 好的油大的 远远超过了脾胃的运化能力 最后导致脂肪堆积 我们体内的脂肪呢 大家也都见过 它也是比较粘稠的 影响肝脏的气急运行 因此在中医看来 脂肪肝也是弹湿积聚的一种表现 把这个痰清理干净 你的肝也就干净了 怎么清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方子 福岭 白竹 艺人 山楂 丹申 贵枝和陈皮 其中白竹 福岭 艺人 贱皮立施 陈皮造势化痰 山楂 化酌酱 酒病多余 再加上丹申来活血化余 再加上一个贵枝 振奋新养 帮助血液运行 把垃圾都给冲刷干净 但是要提醒大家 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 所以用药的时候 还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进行辩证加减 而不是照抄原方 如果你有需要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我会参照虑的指导下 我会参照